歡迎回到有話好說 當強勢的通路 吃定消費者的時候 消費者該採取什麼樣的態度 或是消費者 有什麼樣的能力 可以保障自己的消費權益 同事長 我要請教你 剛剛談到所謂的市場經濟 就是應該是市場價格 愛怎麼訂就怎麼訂 供需原則 你訂高 我們就不要去買 不要去喝 然後訂低 大家就去搶便宜 可是現在的情形 已經不是這個樣子 如果他要一起賣很便宜的 大家當然搶便宜 可是他就會有 剛剛您講的那個血汗的這個問題 可是他如果要一起賣貴 你說實在 自己要買一臺幾十萬的機器 在家裡做拉鐵也不可能 你只能讓他去賣貴 你只能買單 現在情形到底是怎麼樣 其實消費者在於這樣子的 一個經濟體系之下 為什麼要有公平交易法 來保護消費者的這個權益 除了說業者和業者之間的經濟 因為消費者他沒有能力去抵制 因為這個東西 好 我說我不喝咖啡 可是現在多少人在喝這個咖啡 一開始大家就吵吵 賬價的一個狀況 那個超商就說 我這個買一送一 集六點送一杯 各個各個的方式不同 漸漸漸漸 大家就接受這個價格 對漸漸漸漸的就接受這個價格 然後他們用這樣的方式 然後把這個價格調上去 如果說是一家一家 慢慢的這樣子調 消費者不會有這麼大的反應 但是現在他是整個一起調 一起調他消費者荷包 就嚴重的受到影響了 他就沒有選擇的權利 因為消費者 他需要有一個選擇的權利 來讓我選擇說 我要選擇這個A B C D 但是目前我到超商全部都漲 連連鎖的部分都是漲的 所以消費者這一次會這麼大的反彈 在於這裡 那我們是希望就是說 政府機關介入這個調查 不要讓他有所謂壟斷 是壟斷的一個狀況 再來就是說故意在趁勢烘台物價 因為這一破工以後 很多的物價都會跟著這樣子 驚人家都說 你說加皮膠蓋子 無人蓋子 結果你那個豆漿拿拿來拿去 我跟你講 這個這個問題 其實我要分兩個部分來談 第一個就是含奶的咖啡 這個部分 我們這次立案主要是查四大超商 含奶咖啡 因為他不含奶的咖啡 他沒有漲 那這四大超商含奶的咖啡 再加上星巴克含奶的咖啡 這個是一個案子 至於星巴克其他那些 跟牛奶沒有關係的咖啡 坦白講 那個他要怎麼賬 那是他自己一家在賬 消費者有其他的選擇 譬如說可以去徐兄的店 喝徐兄的咖啡 他沒有跟誰聯合 所以這是兩件不一樣的事情 就是說星巴克的不含奶的咖啡 他事實上 對消費者來說 有很多的替代品 消費者有能力去抵制他 但是含奶的咖啡 這個部分 就像董事長剛剛提的 我密失掉你了 你的意思是說 星巴克的豆漿拿鐵 愛怎麼漲 公平會是完全不管 因為他沒有聯合行為在這邊 公平法並沒有賦予 公平會去調查這種 而且他有市場的機制在那邊 消費者可以抵制他 消費者有很多的選擇 不像那個四大超商 你說我以前你Stop 你這個7-11 漲價我去喝OK的 OK讓我去喝全家的 現在對不起 我全部一起漲 我讓你沒有選擇 可是你到星巴克去 你如果買的是不含奶的咖啡的話 你你漲價 漲價 我不爽喝 我去喝徐兄的公平貿易咖啡 你知道為什麼不含奶的不漲嗎 不含奶的也漲嗎 因為他不含奶的 他根本每一天賣每幾杯 就是說他的本日咖啡 他本日咖啡是一次煮一大壺 那一大壺裡面 那一大壺裡面 大概可以賣個賣個七八杯 可是呢 你會發現誰去喝本日咖啡 沒有啦 都是通常都是你去點的時候 他開始煮 他跟你講 你要等六分鐘 然後消費者都不太願意等了 就走了 那特別是說 我們要求說 你今天要煮公平貿易咖啡 還不見得有 因為他每個月二十號 應該要煮公平貿易咖啡 他不見得煮 你等六分鐘 受不了就走 所以說他一天他那煮 那一大壺 可能只賣掉一杯 他其實他都丟掉 他最大的問題其實在這裡 不不 我還是不太能夠理解 甚至不太能認同孫老師你的講法 現在大家為什麼對那個豆漿拿鐵 那麼生氣的意思說 你之前都是講說牛奶漲啊 好 你那個拿鐵漲了 咖啡豆漲啊 好 漲 現在你是豆漿 豆漿也沒漲 那他就是我講 你不是很光明正大嗎 你現在藉口是說奶漲 現在你是用豆漿 雖然你是豆漿也不是那個漿 趁機漲 在一個市場經濟裡面 如果你是一個個別的業者 你的定價要怎麼定 沒有一個國家政府會去管制 他明天說蛋捲他也要漲也沒事 除非說過去的俄國大陸共產國家 他就定這個就是多少錢 那個就是多少錢 不然所謂的市場經濟 就是我尊重你定價的自由 但是你同時你接受消費者的檢驗 對 所以你你你你給他 蓋起來太過分了 消費者就不去買 是 而且像我們剛剛講 這個他沒有跟誰去聯合 他沒有跟徐兄說 徐兄 其他人也沒有賣 就所以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這有兩個問題 政府管的還是聯合 聯合 而且公平可以把 那就是消費者 他有選擇的極致 目前我們為什麼超商這個部分 是沒有選擇的 對 你完全沒有選擇 那我們來看看咖啡市場 其實我們剛剛談到說 這四大超商一起來漲咖啡價錢 是有很大的指標意義 除了說在其他部分 我們擔心在其他的商品 這些所謂的強勢通路 也會聯合來定價之外 我們光看咖啡的部分 咖啡的規模 光臺灣市場一年大概四百億左右 其中現煮的咖啡 不是罐裝的 咖啡三合一的 這個不除外 這個現煮咖啡佔了百分之五十 其中統一超商就賣了超過 一年賣超過一億五千億杯 一億五千萬杯 抱歉 營業額將近七十億元 那StarBoss賣了四十億元 九三年的時候進口生豆熟豆 只有七百五十八公噸 可是到二零一零年 是已經到一萬七千七百二十一公噸 十七年成長了二十三倍 每一個臺灣人平均消耗掉咖啡豆 臺灣是零點七公斤 日本是三點五公斤 美國跟義大利是四點五到四點八公斤 換句話說 我們還一定會有很大的成長 你如果這間你如果不動來 繞車又繼續蓋起來 可是其實大哥我還是問你 他要賣貴 你又能怎麼樣 我只要不讓公平會抓到 你又能怎麼辦 應該這麼講 這個業者提出的理由是消費者 在想他理由合不合理 說這個每個行業有行業 就電子產業 原料佔我的成本很貴 我做電子產業 同佔我的成本可能 同漲價 我來做不下去 但是我們剛剛徐兄 也提到重點 咖啡這個產業 他提出的道理是沒有道理 他說我這個什麼牛奶漲價 咖啡豆漲價 他真的直接成本是非常便宜 他告訴你說 新巴掌告訴你 我的裝潢費漲價 搞不好還合理一點 我裝潢漲了 我必須攤給你 我告訴你我的人工 尤其統一操作 他說我現在員工薪水 每個一小時要增加十塊錢 我分攤出去了 如果這樣告訴你 我覺得合理 對不對 但是整個情況來說 他的直接成本是佔的 你看 你看到這種咖啡豆漲 或這個牛奶 佔的成本是很低 他告訴你 我成本這個很低的部分 我漲很多 所以要大量提高價格 這個價格漲幅 其實是很大的 也是十幾趴的 所以我們來看到這個漲價 他所提出的說法是不合理的 他告訴你 我同意他現在政府叫我什麼 時薪要提高到多少 沒有辦法 我整個可能價格在各方面都做個調整 我覺得你可以接受 或者說星巴克 我現在裝潢會裝潢貴的不得了 我覺得你可以接受 所以我們知道 他所提供原理切施 單單他的說辭 都不是很有道理的 這已經不是什麼五塊十塊的問題 這是原則問題 其實大哥說的一點都沒有錯 就當你那個價格做不合理的調整的時候 你除非去大家講好 不然你很難去維持這個價格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 我們所謂的那個間接證據 然後你再配合一些經濟理論 我們就是要靠類似像這樣的一個邏輯 去處理像這樣的情形 譬如說我舉一個例子 鮮奶的調漲的價格 有一家是十月一號調漲 有一家是十月四號調漲 有一家是十月十一號調漲 所以換句話說呢 有些先載價格還沒調漲 咖啡就已經漲 對像這種都是類似的證據 所以你要怎麼漲價 只要是你的個別行為 那我們尊重市場的機制 也尊重你的定價自由 你不要去給我搞聯合行為 你聯合行為搞下去 你就不怕了 消費者沒有選擇 所以消費者呢 他的那個需求的市場力量 他沒有辦法發揮 是你就會讓整個市場 變得很病態 都市場完全全 所以現在我們所有消費者 唯一的希望 就只有公平教育委員會 沒有其他 靠自己 不要買 對 與志 哪有可能說 真正大家這樣 整天在家裡 可是只要冷一陣子 真的只要冷一陣子 沒有生意的時候 他們業者就會 所以消費會要發起聚喝四大超商 咖啡運動 我們認為說消費者 要自己出來 我們接下來要談 那個更重要的一個議題 層次更高了 所謂的公平貿易咖啡 這個其實不只是咖啡 T恤 各式各樣的商品 其實特別是在所謂的新興國家 像是中國大陸 柬埔寨 越南 甚至印尼這些國家的 整個生產力大幅提升 之後呢 都有這樣子一個問題 我們來看看 如果我們一味的去追逐 更低 更便宜的價格 雖然說你可能荷包 會稍微多一點 可是你可能會付出 所謂的剝削農民 剝削勞工的代價 我們來看看到底什麼叫做血汗咖啡 血汗工廠 漲場長長 從去年初到現在民生物品不斷漲價 每逢年間民眾就能明顯感受到物價上漲的壓力 年貨漲價 粽子漲價 月餅也漲價 除了年節食品外 一般食品例如潤餅 可樂 冰品等也跟著漲價 此外藥品 水泥和客運也紛紛漲價 柴米油鹽 醬醋茶 幾乎五一不漲 即管政府提出對策要平易物價 面對物價飆漲 老百姓仍就怨聲在道 那像菜類啊等等的 其實都從四五塊都漲個四五塊 不像早期還漲一塊兩塊客氣的漲 現在都是就是熊熊的給你漲個四五塊 甚至到八塊九塊都有 假設東西越來越貴 像我們一般的中產階級還好 還能夠應付 假設像那個低收入付的話 那是不是縮緊褲帶 主機處日前公布九月物價變動概況 其中消費者物價總指數CPI為107.20 比八月上漲0.11% 但卻比去年九月漲了1.35% 如果以一個月平均六萬塊 消費支出的家庭來看 要購買相同品質和數量商品的話 今年九月份的花費會比去年九月 多出810元 而16項重要民生物資 漲幅更擴大至4.7% 外食漲幅是近兩年半新高 此外其他類指數也比去年同月上揚 服飾類漲幅最高達2.62% 交通類也上漲1.72% 那其中食物類是增加了310塊 有料費要增加171塊 那通訊費呢 則可以減少94元 消極會先前曾針對物價感受做過民調 有六成民眾強烈感受物價上漲 尤其以油價和泡麵漲最多 有五成民眾家計因此受到影響 只是萬物都漲 薪水卻不漲 消費者不免感嘆 荷包又要縮水了 對多數壽星階級的民眾來說 代表購買力下降 東西貴少買少吃就好 不過對部分弱勢族群而言 通膨壓力將是更沉重的負擔 當然我們反對不合理的漲價 可是如果他真的是合理的漲價 所謂的合理的漲價 也就是說這個利潤 可以直接回饋到農民 回饋到工人 或是回饋到真正有需求的 這些從事生產的人來講的話 應該很多消費者可以接受 我們來看看 什麼叫做血汗咖啡 其實大家喝咖啡 喝得很開心 約會 談生意什麼 都說沒要喝一杯咖啡 伊索比亞的這個頂級咖啡豆 我們說一公斤 這都是新台幣 現在市面上 可能要到七千四百多塊 一公斤 可是你跟咖啡農買的時候 一公斤只有十八塊 你買十八塊 沒人七千四百塊 中間的利潤誰拿走 再來一公斤的咖啡豆 大概是零點六枚 我們是講一般的咖啡豆 大概新台幣差不多二十塊而已 可以煮八十塊 然後呢 可是呢 你一公斤的成本是零點六 但是你可以賣兩百三十美元 你的獲利是這麼多 可是咖啡工人 特別是指中南美那些地方 一天的工資不到一美元 沒到三十塊 再來是全球 每天喝二十億杯的咖啡 商機是八百億美金 交易量僅次於石油 換句話說 種咖啡豆應該很好賺才對 市場這麼大 事實是 伊索比亞的農夫 沒有錢蓋這些水利設施 只能用日曬 打在頭的來處理 價格少了兩倍 肯亞的咖啡 農民呢 這個年收入 還不到一萬元 一年賺不到一萬塊 新台幣 有時候酬勞 還要必須拿去還貸款 這個叫做血涵咖啡 因此在全世界各地 都推出所謂的公平貿易的概念 我們來看看 什麼叫做公平咖啡 直接到產地去交易 我就不要再層層剝削 直接到產地 減少中間人的介入剝削 直接讓咖啡農的收入 可以增加 助期脫貧 產量真的還是很少 這個公平貿易咖啡 零四年是兩萬四千多噸 然後零五年是三萬多噸 那佔的整個比例 從零點三四增加到零點五一 千分之五而已 所以那個量真的很小 不過呢 現在已經有公平貿易的認證 體系跟標章 其實公平貿易 我們剛剛講到 不只是咖啡豆 可可 茶米 香料等等等等 都是一個 我再請教一下文彥 到底我們喝咖啡 喝公平貿易豆的咖啡 意義是什麼 就是說 有比較好喝嗎 好不好喝 好不好喝跟那沒有關係嗎 沒有比較好喝 沒有 但絕對不會比較難喝 絕對不會比較難喝 好不好喝 但是跟最末端的那個技術 有關係 對 那跟農民沒關係 那重點是在於說 今天如果我們消費者 從來不在意 不在意這個這個這個農民 他怎麼種的 是 或者說農民有沒有得到合理的報酬 所以舉例講 我們去餐廳吃飯 我們去吃到一盤菜 我們說這個廚師 好厲害喔 這個菜炒得真好 有沒有人會感謝說 這農民把菜種得很好 沒人啦 對 我們喝到一杯好咖啡 會說這個店老闆好厲害 咖啡煮得真好 有沒有人說這農民 把咖啡豆種得很好 沒有啦 所以說農民的勞動價值 從來不在這個消費市場上面 被消費者肯定 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環境下面 農民怎麼可能得到好的報酬呢 那農民怎麼可能好好照顧 他的土地呢 農民怎麼可能好好的說 不破壞環境的方式去種植呢 不會嘛 農民 當農民他永遠只能夠得到很低的報酬的時候 他或者說那個價格是期貨市場在控制 就是這些國際的草家投資客在那邊控制 那個價格的時候 那農民他唯一能夠增加收入的方法 就增加產量嘛 價格不是我能決定 那我就至少增產嘛 那我增加產量 我就兩種方式 一種我要下多一點嘛 第二個我去砍雨林啊 我往山上走啊 高山農業啊 我往河川走啊 我去搞那個去去去去去把那個那個 所以生態破壞最後負代價 還是我們自己 對 那最後這兩種方式是 我們消費者喜歡的嗎 我相信大家都不喜歡 不喜歡在越來越熱的城市裡面喝咖啡 不過我要強調這個生態咖啡 不是說你就要去買貴的咖啡 而是你要真的去買到所謂的公平貿易咖啡 而是我們要知道說 這個東西他是怎麼製造的 他是怎麼生產的 他對生產者好不好 對我們自己好不好 我們也歡迎觀眾朋友 打電話進來跟我們一起討論 不過不論是剛剛談的 所謂的公平貿易 或者是對於這次超商 要漲咖啡的這個議題 你的看法 雲林甄先生 維英 你好 請說 我想 我也很想講一下 其實我今天那些超商 他們聯合漲價嘛 對不對 他們漲價 那我想講一個 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就是說今天如果他們牛來漲價 他們的理由是說 他先來漲價 可是當改天 當那個牛奶降價的時候 他們會跟著降價嗎 這是一個很爛的理由 他今天漲價理由是蠻爛的 我覺得我們的消費者應該去抵制他們 就像剛才我媒體主堂講的 我們抵制他一陣子不要去買 是 這樣子 謝謝 台北陳先生 陳先 大家好 這個我記得這個問題 不需要談到這麼激動 我提供幾個意見 第一個我們以這個公平會來講 有兩個畫面你可以不可以做得到 就是說你說聯合他當然現在大家都很聰明對不對 都會規避這個聯合漲價這樣的一個議題 那就是說第一個我們用牛奶來講 你一粒這個一加倫的牛奶 那你現在你一杯咖啡裡面你加多少牛奶 你一杯多了五塊十塊 你這樣等於一瓶牛奶 一加一加一加牛奶 你這樣變成七八百塊 那這樣是涉及風台物價 比如說聯合 涉及風台物價 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說在店內消費 比如說在Starbucks 你在店內消費跟在那個外帶不一樣 為什麼 你在店內消費 他要提供場地給你 比如說天氣熱他要開冷氣 他要有所有的燈光 還要放音樂 對不對 他要提供這個座位給你 那這個你外帶你不用付這個 對不對 那是不是說公平會管得到嗎 就是說外帶跟在店內消費 可以一杯差三十塊 或者差幾十塊 我提供這兩個意見 就這樣子 謝謝台北陳先 蔡先 請說 主持人你好 我想請問就是 這個感覺好像跟那個 你們剛說那個咖啡豆 到那個就是種咖啡豆的人 他們就是廠商跟他們收購價格 好像也沒有比較比較高 是 那跟那個膠農不是一樣嗎 是 因為現在膠農他們在講說 他們現在的一斤三級品 第二一塊 可是為什麼反應到市場上面翻了三倍 是 他們很不解 是 是 文言我再請教你 我們再回到剛剛那個公平貿易的概念 再談一談那個意義到底是什麼 你就是 不要再讓這種剝削行為繼續發生 是 那最主要是說 這是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消費者權益的一個 一個消費者權益運動的另外一個 一個二點零吧 就是說 我們過去在講 我們不再追逐低價了 對 而是說我們要好東西 因為整個的 整個 整個 這已經是一個世界一體的 整個商業行為 其實全球都這樣子 都綁在一起 那我們跟生產者 消費者跟生產者之間 也應該要有更緊密的一個 更緊密的一個關係 那當然現在這個問題就是 因為我們跟消費者 我們跟生產者太遠 所以才會任由中間這一些 這一些商人可以聯合的去壟斷 如果我們多關心一下 生產者的狀況 或我們多關心一下 多關心一下 這世界的另外一邊 正在發生什麼事情 而且他們跟我們會有什麼關係 與那個破壞 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青蛙的滅絕 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那些農民 他一天收入就一塊錢美金 然後喝不到乾淨的水 然後生病的沒有 沒有醫生可以看 他們跟我們什麼關係 其實都有關係 當我們瞭解這些關係的時候 我們會知道說 我們要選擇什麼樣的好商品 那包含了像 你說我們的手機也是一樣 臺灣還有這麼多的人 關在那個電子工廠裡面 通過各種奇奇怪怪的 什麼建教合作 然後去幫那些上市櫃公司 做廉價勞工 這些問題如果我們不去看 然後只是看到很炫啊 手機很漂亮 然後去買 那其實我們都間接的 都是都是都是迫害者 不過董事長我要請教您 剛剛一開始文彥 其實對消極會有一些想法 就是或是期待 應該走進所謂的消費者 運動二點零的部分 這個部分 我們已經都在走了 不是你們在提供的這個部分 第一個我們就是合理的一個價格 再來就是我們都希望能夠用環保的一個方式 在地的消費 那在地的消費 當然這個咖啡 臺灣在地是不太可能的一個狀況 那這個部分其實消極會一直在做消費教育 我們所追求不是第一的價格 而是一個合理的利潤 合理的價格 跟合理的商品 你合理的服務給我們 去用這樣子的價格 我們沒有話講 可是這一次的為什麼 我們消極會會跳出來說 第一個他就是不合理 再來就是說 這個部分的不合理 是因為廠商的這些部分 消費者沒有辦法站出來說 我都不要他賣血汗咖啡賣了那麼久 從來都不合理 消極會早就應該罵說他賣血汗咖啡 特別是星巴克 他每一個他在網站上面說 他每個月二十號賣公平貿易咖啡 可是連每個月二十號都不見得有賣 這個部分對 星巴克的這個部分 不管他賣的咖啡 他所產出來的這些產品 這個部分我們一而再再而三做調查 一而再再而三告訴消費者 說這個部分你們要去注意 但是這個部分 我們已經在 我真的很期待消極會出來 開一個星巴克廣告不實 每個月二十號 他有沒有賣公平貿易咖啡 因為我在消極會有服務非常多 消極會其實有時候是很無力的 他手上沒有公權力 他每次就是希望記者會開了 媒體朋友可以捧捧場 把那個新聞弄出來 常常同一個議題開了五次 然後爆出來 大家就說你消極會很厲害喔 他不知道我前面已經開了四次 所以消極會有他無難 任由他這樣子 每個店頭說 星巴克愛農民 星巴克愛農民 另外一個我要講的 剛剛有兩位朋友特別提到 就是說那個不合理漲價 是不是漲太多 其實我們過去公平會 有過一個例子 就是一家獨佔的公司 那我們認為他的利潤過高 結果被法院那邊駁回那個案子 他說什麼叫利潤過高 利潤是多少 所以我們覺得 在競爭法院最好的方法 就是讓競爭存在 只要有競爭存在 他的利潤就不可能太高 他的價格就不可能不合理 那今天聯合行為 就是在壓抑競爭 再加壓抑競爭 讓大家沒有競爭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 聯合行為是非常可惡的行為 因為你讓消費者沒有選擇 你讓那個市場機制 完全被破壞掉 謝謝